台风过后各地淹水非常严重 大家都想问到底为什么 有没有办法杜绝下一次再发生淹水的状况 连续几天大爱新闻都为您分析了淹水的原因 有可能是雨量太多或者一些低洼地区 不过今天要看的这个村庄它特别辛苦 因为它淹水淹了6天 直到昨天晚上明宅地区的淹水才消退 但是到今天还有部分的农田是泡在水里的 它就是在云林的万兴村 这个地方很特别 第一它地势本来就比较低 第二是它的房屋多半是传统的三合院 或者是一到两楼的房子 这一次淹水有60公分 而且淹了足足6天的时间 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在于它的地理位置 我们透过这张图带大家来了解 白色的这条线叫做万兴大牌 黄色的这条线叫做牛挑湾大牌 中间的地方就是万兴村了 可以了解这个村庄的地理位置 就被包在两个大牌的中间 两个大牌都溃提淹水 水就灌进了村子里 万兴村有高达60%的面积都泡水 这一次灾情这么样的惨重 受灾民众到今天为止都还余计有存 云林水林乡万兴大牌溃提 大水从堤防缺口一路往万兴村冲去 村子里有六成陆地淹没在水中 满潮了 整个水都冻掉了 头子是每次崩 到没可以溃提去 铁岸旁稻田一度全淹没在水中 水退后大片倒幅已经有发芽现象 减少啦 你说十三村五十而已 万兴村有二十多年不曾淹过水 这次上游来的水因为下游满潮 排不出去 积在一处 对堤防产生巨大压力 导致堤防崩溃 天的连续降雨量到达了七百多mm 这依水域来讲超过两百年的防洪频率 以往是没有这么大的一个雨量 云家地区淹水灾情惨重 以往都指向沿海地层下陷 低洼带多 排水不良 导致豪雨成灾 但这次包括万兴大牌 与巴掌溪的溃提 指向另一个潜在警讯 土地不断的开发 过去这些土地是我们的很天然的制洪池 那开发的同时 我们那个整个透水扑面也减少了 所以雨量就会大量的集中宣泄到 我们的排水渠道 包括排水渠道或河川 所以也造成我们的河川比较容易溃体 地面水难以往地下渗透 导致河道承载水量比过去大得多 造成河道压力超载 近年来虽然在各方努力下 云加地区地层下限速度减缓 不过河道一旦溃提 已经是低洼的地区 还是南淘淹水 原海地区我们做这个地层下限的修复 但是我们又不停地这个上游端 不停地开发 这样子其实就不会有成效出现了 极端气候下常见暴雨侵袭 如果再不限制土地过度开发 任由雨水大量汇入河川及大牌 专家预测 未来溃提淹水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 大海新闻张国家六学信中部综合报道 不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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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